跟大家再扯两句 这两天这段时间应该说 密集的有一些文章或者是发言 指向着包括防疫措施在内的 剩上的目前某些执政的政策 其中有几篇是非常有名的 第一个肯定是蔡霞老师 蔡霞女士的在外交事务杂志上 发表的重磅文章 是说标题是习近平的弱点 偏执与狂妄如何威胁中国的未来 这篇文章可以说 它的结论你可以不用看 对吧 但是它的论据和论点 你是可以看一看的 尤其是它揭示了很多的 关于我们圣上的各种各样的 下边这些手段 不过在整个的中国或者是说全世界几千年的政治史当中 你要说质朴刚建这一方面 圣上其实也不算特别出圈 不算特别出圈 也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比较坏的政治家吧 政客吧 也就是如此了 但是呢 你非常糟糕的地方在于呢 就是说它正好处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因为你在其他的时候 你在考你在看那些政治家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 或者政客啊 他掌控这个掌控这个国家呀或者政权的时候呢 那你有一种隔岸关火的感觉 但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啊 对吧 可是呢 您自己身处这个对岸这火里边呢 就你就会觉得就是很糟糕 哎 这体感不好 这确实体感不好 那除了蔡霞老师这篇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文章之外呢 还有几个东西就已经怎么说呢 已经说开始在进行一种舆论的围剿方面的一个工作了 比如说像那个张文宏张文宏先生 他呢 他他说这个疫情的事情 吴尊友这两天也出出来说 说这个疫情病毒是怎么回事 从科学角度去分析 那还有一个呢 包括这个就是一个证件公司吧 他的分析师说 比正这个现在这疫情 这病毒感染死亡率 感染率高 但是死亡率呢 跟普通流感也差不多 低于普通流感了 在国外监控着这种数据 这些所有东西密集的在这个时间点发生 其实你说背后是不是有背景 我不知道 昨天还是前天呀 那个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我的时候呢 我当时呢就说这个我个人啊怀疑啊 这个呢就是在很多人是在最后的一做一些努力 这个努力呢就是尽量的给咱胜上连任的下个半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真砍不住了 就是所有的大家都觉得砍不住了 您要是再往下这么连任的时候啊 那你就不太不太好说中国再往下几年怎么办了 因为谁也因为你作为你哪怕作为像我这样海外孤中的加速党 对吧 那您也不太愿意说老百姓吃这么大苦啊 您您现在您去看一看这个国内的这种抱怨 可能是有人觉得说没所谓 对吧 一周也就几块钱嘛 出行的时候多弄俩码 时不长的被封个家里 那这个东西呢伤害的人呢看上去不多 但是呢就是比例从比例上讲不多 但是呢从那个实际的这个挨锤的这种人的体感上而言啊 还是咱说体感上而言还是挺挺讨厌的 所以呢那这个应该是说最后的一个机会来阻止盛上连任了 就像那个这回就像疫情这回阻止了这个川普 他连任是一样的 其实我一直有个判断啊 可能各可能很多人不同意 就是说如果这回没有这个疫情的话呢 川普连任基本上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这这个应该应该来说 我觉得我这判断没错了 那如果说这回的这种过度防疫啊 或者是变态清零这种动物 这种东西能能够成为压垮圣上连任的这最后最后一根稻草呢 那很多人是乐以为之的 所以现在是密集的出现这样的信息 这样的文章 然后呢给他尽量的下半 虽然是这么说吧 虽然说这么多人进行这种努力 但是呢实际上而言 我当然还是在说 说这个可能性还是不大 对吧 这个可能性还是不大 因为好几种情况都出现了 就是说不论是他说要修改这个党章也好啊 然后呢宪法的修改已经在前前置已经修改好了呀 然后包括现在他这么多年十年之内打击了所有的政敌呀 哎这个东西呢你都你都可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他不连任也是不行的 对啊原来这个我也都跟大家呃做过一个我自己的分析 那这个就不赘述了 那像现在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呢 大概而言持续到持续到下个月 我期待着应该还有一些比较重磅的消息呢 再传出来 可是呢这种东西呢 它在信息屏蔽的这种状态下 你很难能够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整个的这个信息网络当中进行传播 呃或许病毒这个东西 它传播的这种可能性还大一点 那它的传播范围会广 它这个玩意儿就所有的这些文章 包括像这些这个这个呃 这个呃张文宏先生啊 包括吴尊友啊 包括那个什么那个证券公司研究啊 这种东西呢 它传播的可能性呢 其实呢还没有病毒大 那为什么呢 但是因为它作为这种呃 信息载体的话 它更容易被拦截 因为它整个病毒 你你你人的流动 你其实很难控制 病毒的流动你控制不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个人信息的流动是越来越好控制了 在国内 只有说他不愿意控制 或者下边一些人 他也觉得说最好不控制 能够让尽量这些信息曝光 才有可能有一个有限范围的传播 您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像这个呃 关于那个证券公司那个分析 就是说它的这个呃 这个病毒的死亡率 新冠的这个死亡率 在新的这变种之下 那它已经低于了流感 流感的死亡率 这篇文章呢 大概来讲是在20小时之后 才被全网删除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跟大家讲讲这个这个原因 是因为呢 就是说看到这篇文章的人 他首先第一件事 他不敢 他不愿意删他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要的因素 就是说你毕竟是一个 你毕竟是一个呀 就是新闻媒体 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平台性的 信息的载体 那一个信息载体 其实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从新闻的角度而言 他希望有这样的新闻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也明白 这种模式是不好的 对吧 那我从本能上 他希望说这个东西 能够尽量传播的多一些 这是他这是他本心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是这样的 在我们盛上的这些 这些年的这个调教当中啊 中国的这种信息管控呢 是越发的严格的同时呢 与越发的僵化了 这种僵化呀很有趣 就是说呢 他一边呢 希望你把控所有的这种 不良信息的传播 就是你只要有不良信息 我夸子给你 第一时间给摁住 但是呢 他又不希望这个所有的 这些方面的权力 都落到普通人的 就是说那些人的手里 低层级的人的手里 为什么 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 特别多的人 有删贴封号这个权权限 那权力呢 被分布在各个地区 就是所谓的九龙治水嘛 对吧 你甭管是网信办 中宣部 然后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 公安部 各种各样的机构都能够管 但是后来就发现 从中余力的人特别多 我就知道 大家也知道 就是所谓的收费删贴嘛 这种事情 那发生过不是一次两次 而且到今天为止 这个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后来呢 他们就直接的在整个搭建 这个搭建的这个 整个的信息管控 信息管控的这个 这个程序的时候 就注意到这一点了 就把他这个删贴的权利 尤其是全网删贴的权利呢 给割到了这个更高的层级 那一旦割到更高的层级呢 就是证明这个管控虽然更严 但是他整体的反应速度会慢 现在他的反应速度呢 已经不如当时了 您比如说吧 像这个什么海 什么证券那边 那个东西 你要是 你要是全网 有人第一眼看到了 他比如说是一个 哪怕是一个科员 在这些机构里干这活的 他第一反应就可以直接给他 给他全网删 对吧 你一下 一通知 因为群里一通知 工作群里一通知 就全网可能封杀 但是他现在没有这个权限了 他必须一级一级的上报 那每一级上报的时候 都会耽误时间 如果这一级上报的时候呢 他在 没有在第一时间 再往上级去报的话 因为一个信息汇总比较多 第二呢 也有很多人呢 并不喜欢这种东西 对吧 他也知道这种变态 清零什么的 是有大问题的 那他呢 就拖一下 拖一下 每拖一下 每拖过一小时 他的信息传播的范围就大一圈 对吧 就哗哗哗 这就相当于这个 就跟连移是一样的嘛 你扔个石头子 到水里 哗哗哗 一波一波 往外当这个水波 那他就把这个时间拖下去了 所以说一边呢 是别人不愿意删 另外一边呢 他呢 等于是这个 整个的僵化体制呢 他必须到一个层级上 才能够 比如说现在 全 全网删除的 他必须是到一个 政局级 这个主管的领导 他才能够说 整个全网删除掉他 那OK 好 等他再批复下来 一级一级 一级一级传达下去 然后再全网删除 二十个小时过去了 这篇还多少 产生了一些 这个 产生了一些效果 但是既是如此 既是如此 那他依然 他的传播效率 是不足的 他是没有办法 真正意义上的说 能够让很多人知道 你上网的人 虽然多 但是关注实证的 或者关注这些东西的人 不多 从总比例来讲 不算特别多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 就是还有一些是 他根本就不信 对吧 很多人他根本就不信 因为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这块几年的宣传 就把这东西已经作为一个洪水猛兽一样的这个东西在宣传了 我前两天做节目跟大家聊过 就是您很多人也在境外 现在没什么人在乎这个事情 对吧 在境外很多人都不在乎了 最怕死的咱华人 现在好多人我看着了 至少我们这边的很多华人 已经就各种群里的这个已经不聊这事了 那么多人每天在日本这块感染 然后在国内的环境 舆论环境下 日本民不聊生 医疗崩溃 没人聊这个 没人在乎这件事情了 这是实际发生的情况 不在乎 对不对 但是在国内他不是这样的 还是洪水猛兽或者怎么样 他不相信你说的任何东西 所以你发布的这些东西 最终你听到的回响就会非常低 整个两边这种模式 你就碰撞在一起之后 你发现你的事实的真相 已经抵不过真正意义上的 武党的这种宣传模式了 这就完蛋了 这就真是完蛋了 你根本就不太可能能够说 把这个事搬回来 所以最近的这段时间 密集的在进行这种攻击 那不一定是背后有什么势力 而是大家纷纷觉得 这很有可能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这个机会如果我们还能够抓住 如果我们还能够用这种模式 来尽量的削弱他 那有可能还有救 但是实际上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怎么说呢 看看吧 但是我还是推荐各位去看一眼 蔡小老师的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应该有中文版 各位可以去看一看 其中披露了很多我们圣上这些年的 而且从小的时候 或者是从他发迹的时候 那一些显为人知的故事 这些故事你可以勾勒出我们圣上的 怎么说呢 一个悲惨的 治愈 用一生治愈童年的 或者青年的人生轨迹 还是有点好玩的 有点好玩的 好 谢谢诸位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